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下了几个小时的暴雨 这会儿这个雨刚停 我在这里接了一盆水 大家看一下 这个水的TTS 点数只有10 10到11之间 看到没有 看一下这个井水 这个井水的TTS值是391 特别的高 月下雨 这个井水的TTS值特别的高 而天上的雨水TTS值特别的低 只有10个点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天上水是不是会很干净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TTS值只能代表这个水中所含的矿物质 并不能测量出来水中所含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数量 如果要测这个水中的细菌或者病毒 必须用专专业的一切来测量 近几年 由于大气污染 空气污染 非常严重 天空的雨水从天上飘落下来 可能会夹杂着细菌或病毒一起落下来 所以这个天上的雨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TTS 点数的高低 不能代表这个水的细菌或者病毒含量的多少 只能代表矿物质含量多少 当然这个矿物质特别高的水 也是不适合饮用的 一般我们这里认为就是 TDS在150到200之间 这个点数的水是比较安全的 对于本区视频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